全新第三代Peroda Myvi 16号正式发行 售价介于44,300到55,300令吉 发布同天宣布已经接到5000辆订单 以及获得东盟新车安全测试五星评价 究竟它有哪些卖点 来听听Paul Dan汽车资讯网编辑曾文辉的分析 第一点就是因为以前的Myvi都被人家批评 他们的安全诚意不够不足 所以这一次他们基本上一次过的 在这个安全配备上面给出大家想要的东西 比如说它的车身动态稳定系统 一些主动的高科技安全 比如说自动刹车系统等等 而且最入门的款式有四个其拿 那第二个卖点就是大家都很喜欢它的一些配备 就是说本地人买车的时候 他们第一点最关注的就是外形 看得到一些比较帅气可以拿来耍帅的一些配备 比如说它的LED的头灯组 这一次它下放到全车系都标配 而且它的引擎系统按钮也是很多人都很喜欢的一个配备 它也变成了全车系的标配 其实这一代的价钱 有些人说它的价钱有所下降 其实并不是 它的价钱其实是跟上一代 其实基本是维持一样 我们马来西亚人比较多的族群都是中下阶级 它们的构成预算大概都是落在三万多到六万多之间 所以这台车要达标其实一点都不难 安全性提升 帅气外形以及平易近人的价格 是全新Myvi的主要卖点 那么它又有哪些不足的地方呢 今天你真正的把它开上路 它依然是一台强调舒适性 而不是强调超共感的一台车 所以大致上它还是一台比较适合都会使用 如果你希望拿来把它开来跑一段长路的话 可能或许会有其他的车款比它表现得更优秀 感谢观看